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学会要有道德 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道德问题 每一天的起心动念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业障 我们不需要业障 我们不能拿自己肮脏的意念 来破坏你内心自然的清静和纯洁 所以这就是像在你心中拥有一种自然美一样 而很多人每天的贪嗔痴慢疑 什么都要拼命地追求名利 就是给自己的内心在制造自然灾害 所以每一份自然灾害就有你的一种供应 这种供应 所以人要认识到自我肮脏的灵魂 你才能学着做佛来去除那些肮脏的灵魂 所以要好好地学习和明白佛法佛理 不要随随便便地去指责别人 也不要随随便便地去公高我慢 因为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会造成一个大的因果 这个因果完全是由你自己造成的 因为有的时候因果造得太大的话 会造成你下地狱的因果 要成道 首先要归道 归就是归还的归 你今天要想 开上高速公路 成这个道 你是不是先要从小路慢慢地归道 你这个大路上来就叫归道 道就是得道者一种智慧 所以人家说你成道了 什么叫成道啊 成道了就是你明白道理了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人 应该怎么学博 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叫得道 所以在你知见里边 你应该看这个世界 一切都能够明明白白 你知道你的心吗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自己 所以师父 要你们懂得 把自己的杂念丢在一边 弘法立生 好好地救度众生 成道是什么 远离人间的私心和杂念 不能一切都围绕着法界而转 这个实法界 或者包括这个人间的 所以叫法界 有的时候你对事物的一种追求 对名利的一种追求 会造成你不认识你自己 所以很多人 我们举个简单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看个电视联系剧 时间长了 天天吃面包 擦点果酱 一集一集看下去 天天躺在那里 上班都不上 说一定要把这个结果看到 最后 联系剧看了多少 几十集 看得了眼睛也不好了 腰也酸痛了 最后人也发胖了 因为当一个人坐着不动的时候 他人会发胖了 所以 一生要把人做好 学会无我 念念众生 拥有一个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佛 好好拜佛 要学会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修心 人生无常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人生无常 似有常 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学会去理解的 很多事情 你没有耐心 你就永远不了解它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人 不能成就活到 耐心是什么 耐心就是精进的 预备 大家说 什么叫预备啊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 在学校里的时候 预备 预备 去 预备 对不对啊 预备 你准备好了没有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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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耐心 预备 就是 要有 啊 精进的 准备 我们今天 有忍耐 才谈得上 精进 一个没有忍耐的人 一定 一定 佛学不好 一定不会精进